好了 大家好 又是這個郵清元號 我和大家聊天的時間 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這個APP 雖然小弟都蠻喜歡的 但是有些崩毀的 有很多朋友都說 好像有時美中不足 都說過很多次 器材所限 但都要向一位IT的朋友 當然他在香港就不方便透露他的名字 IT的朋友幫忙 提供一些援助 衷心感激 大家希望粗粗地收了他 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好的方法 現在我已經覺得比以前 是 好了一點的了 真的很老實 我覺得起碼畫面沒有那麼齊 今天這個畫面 都是很應景的 就是講這個BRIC 原本是BRIC BRIC 金磚四個 最近今天應該會搞這個 金磚的擴大 峰會 有20多個國家的 好像很威風 但是實際 這個習近平是遭遇到 他外交的重創 外交的重大挫折 他不單止對內 在內部出了連番問答 現在好像很大件事 現在都不知怎樣繼續下去 對外想著 做些東西 威風 都出事 為什麼呢 因為金磚四國 那四個創始國 就是BRIC BRAZIL 巴西 R 俄羅斯 I India C China 在這四個國家裏面 創始國 竟然 巴西的總統 勞拉 就說 撞穿了個頭 不理得了 印度總理莫迪 就繼續面左左 不理得了 不理得了 不是以理得了 是不理得了 習近平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次大金磚合作峰會 開局 恐怕都開到一鍋竹 一鍋竹竹竹竹 所以特別跟大家說 很希望大家可以 一邊看片 一邊按這個supercheck 或者superfans 就可以幫到小弟 另外也都希望大家可以 這個 Google search 八表到patreon Patreon 現在陆陸續續의 很多獨家的送頂 之前都有的 最新發展的 就是個 小弟和小弟太祖 搞的popcast 仔rica梳梳梳梳 老公 老公 最新的一集 rad especie 陳淑 weather 三年磨劍就磨出一個叫做紅棉的私房菜出來 很厲害的 真的很佩服他 那那個羅龍去脈有什麼趣事呢 在那個Podcast都會跟大家講的 不過他一定要做訂戶啦 詳情大家看回這條片下面的文字解說 就有一條hyperlink在這裡的啦 你按下都可以的啦 都已經可以去到的啦 好啦 不阻大家時間啦 來啦 好啦 各位 啊 今天啊 所謂的大金磚國家峰會啦 啊 就會 在這個俄羅斯的卡山那裡開談 啊 看到嗎 K-A-Z-A-N 卡山那裡開談 那將會說有二十幾個國家出席 現在習近平呢 還會余駕光臨 發表重要講話 啊 兼且講到明說會和他的Honey普京呢 是朝去首腦會面的 哇 真的啊 諸首腦會面 哎 真的啊 當然是講習近平而已 普京都不知道多聰明 啊 所以你都傻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臨劍 劍你就劍啦 把劍是臨的 怎麼搞呢 啊 臨劍呢 就更加強調說 今年呢 是大金磚合作的開局之年 啊 而今次會伍呢 也都是啊 啊 金磚擴大成員之後 的首次舉行 國際社會是廣泛關注的 關你老美 什麼關 關人的關是差不多 為什麼呢 問題是 哎呀 真是你盲都看得出 金磚四國 創始國之一的巴西 總統盧拉忽然之間 就公開說自己 撞穿了頭 經醫生診斷 不適合坐長途機 所以他雖然很想來 但是都不可以親自出席啦 唯有呢 就改為參加這個視像會議 Zoom一餐啦 是不是 沒有辦法啦 就是這樣 這樣就叫啟 這樣都叫參加峰會 真是峰一點的峰有份啦 中峰的峰有份啦 好啦 而實情恐怕是 阿努拉呢 是收到美國等等的西方國家的 warmest reminder 運慶提示 提示什麼呢 就說這次所謂的誤會誤 這次什麼大峰會呢 其實是一個老千局 這個開局是老千局來的 很大機會呢 就會局巴西去撞俄羅斯 你記住 俄羅斯主場 去撞俄羅斯 甚至乎普京會無恥到 局阿努拉撞俄羅斯去解放烏克蘭 解放烏克蘭 或者修復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自古以來都是 俄羅斯不可分局的一部分 就是這樣了 甚至乎 你都扮了 禁止要我烏寮 撞穿個頭 阿興和你死了 老爸 不是 禁止要我烏寮 撞穿個頭 那就算了 對不對 而最佳座政呢 就是 在阿努拉 禁止要我烏寮 撞穿個頭 之前 不久 普京呢 就突然之間 宣佈 在國際刑事法院 發出第二部令之後呢 他是不會出席的 下個月18、19日 在李若葉奈奴 舉行的 G20峰會的 以免巴西政府難堪地說 以免你糟糕地說 講白一點 查實 即是說 阿努拉 講到明說 嘩 普京大哥 你如果真是來李若葉奈奴 我就真是要 混你入監牢 我要跟法律的 國際刑事法院那樣東西 我真是要找 抓你 真是警察抓 沒有辦法 你夠膽你就來 不過即是說 不想你來 普京 是吧 是老友才說一句 你來真是會抓的 是吧 真是一路抓 真是 抓你入牢 跟著呢 哈 真是 真是 阿努拉就突然間 今早我阿尿 撞到頭了 努拉又失驚無神 又撞到頭了 哈 真是喔 醫生說不方便你 這樣也可以 喔 真是這麼巧 真是比 怎麼這麼巧 的經典楊光檸檬查廣告 嘩 經典到 嘩 怎麼這麼巧 對的 如陽光 吊了一支心紅霜 嘩 嘩 那些了 是吧 好了 另一邊相 印度總理莫迪呢 哈 查實呢 都不是跟習近平呢 這麼好的 甚至乎呢 可以說越來越不適合 越來越不適合 而最佳座政就是什麼呢 印度啊 怎麼都啊 不肯加入啊 習近平 那個baby 那個一帶一路 倡議裡面 說了這麼多年都不肯加入 又說friend 不肯加入 不肯加入就不肯加入 大丈夫說不進就不進 說不出就不出 就是這樣了 莫迪總經常想著 在中印邊境那裡 那裡報一箭之十 撐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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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關刀劈我 有沒有搞錯 我就找一些 印度的儒家 或者易根經 去搞你啊 不是開玩笑 就是這樣嘛 一定要報一箭之仇 中印邊境呢 只需要你習近平 揮軍攻打台灣之日呢 中印邊境 南海至東海 就 萬馬齊發 我看你 顧得頭來 你不了腳板筋 就是這樣了 莫迪一定不會跟你客氣 他是民粹主義大佬 一定要記住 民粹主義大佬 你看看 川普就知道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ke India Great Again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那就是說 金磚四個 四個創始國裡面 巴西和印度呢 都已經 脫了 別 不太對 那你 即是 根本就已經是 天殘地缺啦 是不是 名存實王 是不是 那習近平加下 吹了雞 搞什麼大金磚峰會 那些二十幾個國家 但是兩個創始國都不是的 順便說 Rex 金磚 後來叫五國 那個S字呢 不是S號 那個S字就是南非 南非最強 不知所謂啦 想趕趕這個台北的經貿辦呢 就離開首都 要去這個約翰尼斯堡啊 真的離譜 啊 真的拿東西拿到敢 但是 不要講著 金磚四國先講金磚四國啦 不過順便一講一下 總之呢 啊 金磚四國的一半創始成員 巴西和印度已經是脫了 已經是不對的了 你現在搞什麼大金磚浪氣啦 記名不符實 而沒有了巴西和印度這兩個全球 新興大國 最注目的啦 那些人說二十一世紀的上半頁呢 就屬於中國 下半頁就屬於印度 那巴西都不差的嘛 大哥啊 是不是 那你如果沒有了這兩個新興 超級大國啦 你更加不可能搞什麼出樣啦 你不要說搞土耳其啊 土耳其是有戰略意義而已 不是真的有什麼實際做出來的 而這次大金磚峰會 被中共吹到呢 哇 馬什麼這麼大條 吹到成什麼開局大會 你老米 喂 又不是你主場 在俄羅斯的 大哥 你真是挺囂張的 算我碼頭顧你 吹到成為開局大會 那實情呢 這個局根本就不開不成 未曾深愛以無情 未曾酒醉以清醒 即是那種啦 是不是 你即使開得成 正如小弟 之前剛剛講的 你開得成一個局 那個局 都是路遷局 就是這麼簡單 而最最最重要的是 金磚 沒有了巴西和印度 恐怕就不可以叫做金磚啦 而且只可以叫做 恐慎鑽啊 是不是 甚至乎叫安德鑽啊 鄧紹鑽啊 不過最不知所謂的鑽 都不是安德鑽 鄧紹鑽 而是 習大大自己製造出來的 定於日鑽啊 哎呀 哎呀 先講這麼多 是這樣才不是什麼 總之 恭喜恭喜 你果然就快死 哎呀 你說是不是很開心 神祖流流說這些話 真的會開心 哎呀 真是 神祖空氣 清新開朗 陽光溫亂 大內無限美 大大大大 果然就快死 果然就快 就快 就快 死 哎呀 真是恭喜恭喜 恭喜大大 快死 哇 真是很恭喜 好 好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拜拜 哎呀 是這樣的 拜拜 我要這樣搞 要不然很醜 這邊山 怎麼會這樣呢 不好意思啊 大家 哎呀 我先試試這樣山 這樣會好